奶油要不要做到一個小時 不止 大概要... 做到來要十幾個小時 不要快,時間要到 時間要到 煙燻鮭魚 剛剛的魚子讓它一點點稿 要考驗 黃金墨醬有沒有 黃金墨醬 你這裡面是橄欖油是不是 不是 那個是白酒醋 這要有點生氣了 不是 我們就先來接這個牛肉 大哥等一下不會幫你 你知道嗎 你不要這樣嚇他這五分鐘 會啦 可以啦 高湯也熬好 醬汁也弄好 不要弄好 他在家就開始組裝了 對啊 牛肉我用蘇菲的料理 用蘇菲的料理也是現在 最新的一種料理手法啦 妳這蘇菲要多久多長時間 57度兩個小時 Berry在這邊 57度兩個小時 大概幾分熟 大概六分熟 六分熟 對,六分熟 那是... 這是甜菜根跟柳橙汁 柳橙汁 我要做一個甜菜根你 做甜菜根 那我80度是不是可以一個小時 不行 因為牛肉最佳的熟度 就是57度到54度 對 因為溫度越高 它蛋白質凝結的程度會不一樣 就會變硬 反而變硬 反而會變硬 剛剛馬鈴薯烤過 然後加了鮮奶跟奶油 對 奶油你放很大塊耶 它是1比1 因為我們做的是比較傳統的 法式的那種 馬鈴薯跟奶油 對 它的技巧用在這兒 因為我們以前做馬鈴薯泥 我們通常都是水煮過後 我們才會這樣子加 它今天這個技巧用的是烤的 大概變成這樣子之後 有點像是Gelato的狀態 調味一下 鹽巴 可是像它在烤之前 要在水煮過嗎 還是就直接 不用 直接烤 烤手把皮拉掉 就可以了 整顆進去烤 烤跟煮差別在哪邊 口感 水分 水分 烤跟香氣 因為香氣也不一樣 就是地瓜也是一樣 就是烤地瓜跟蒸地瓜 會是不同的香氣 然後這個是雲丹醬 就是我們熟知的海膽醬 我做一個海膽醬的鮮奶油 它瓶子都好可愛 對啊,很可愛 它奶瓶哦 它好多工具哦 你跟Jerry借的嘛 這我自己的 拜託,佑生很多工具好嗎 對啊 這都要厲害給熙耶 有可能時間內哦 對啊 這次沒有蒸了 倒數,最後一分了 對啊 整塊的,整塊的 整塊的 就是這樣 它那個肉汁還在滴 漂亮 然後這個很脆弱的 很脆弱 會敲碎嗎 不會 要吃的時候才敲碎 就是頭上一股的時候 騰雲嫁物的感覺嘛 肉 肉剛才那個 酥肥了半天 又煎了個半天 然後 香氣不一樣 然後又不讓人家看到 這不是很奇怪嗎 這就是法式料理的特色 它就是要在你面前切給你看 對 在你面前切給你看 你在那個小的鑄鐵鍋裡面放什麼 牛骨肉汁 順序牛肉 對,牛肉 牛肉要不要做到一個小時啊 不只哦 大概要... 做到來要十幾個小時 不要快,時間要到 時間要到 煙燻鮭魚 剛剛的魚只要一點點稿 黃芥末醬 有沒有 黃芥末紫的那個醬 你這裡面是橄欖油是嗎 不是 那個是,那個是 他反應有醋 好像有點生氣 對 不是 是 那個... 說那個是... 他還在那邊 他說那個是芥末紙 然後把它煮到整個粗膠這個樣子 對 這是他隱藏的小技巧 好多格式哦 有銅鵝燒 這是空手煤 菜道菜道 空手煤 空手煤就是 澄清雞湯 對,雞湯 或加蛋白 澄清雞湯 對,澄清雞湯 去強化的味道 漂亮 漂亮 好香飲料哦 今天國宴大概要完成 好像有點難做 國宴其實就是五分鐘 我們是很挑戰 但是還是會 又有很多小裝飾 對,盡量要去... 要去滿足 不錯,你有時間內了哦 馬鈴薯泥呢 差一點 小心哦 好哦 那兩顆楊顧要煎嗎 看,我想不到 沒有 那個夾了 這麼輕輕 這兩個木雕 這是木雕餃 這是我從法國薩瓦 去帶回來的木雕 好棒哦 還有馬鈴薯 我最喜歡的馬鈴薯 這樣放了 馬鈴薯泥 這其實淋到旁邊就可以了 好 好 準備大聲爆火 好,講了 這樣就對了 講了,心這樣就對了 夠了 送給我 好,知道